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没有耐心的也不要看 然后还有一个观念就是说 就算你程度很好 很有企图心看了这一集 这个系列 那你也不要说看了以后就会了 就是你程度已经很好了 好都不得了了 但你也不要说看了这个你就融会贯通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就算你说你英文我全世界第一 也不可能 所以这个表 我这边是 在讲这个表 但是这个表是博大精深 这不是臭概的 这个是精华中的精华 所以你要去体会 我是说你英文很好 那英文不好的或普通的不用讲 这是要体会 因为这个 英文的精髓 就是在某一种层次来讲 英文就卡在这里 英文很多地方卡在这里 或者说英文很好 但是还没有到登峰造极就卡在这里 所以它 秩序量特大 特大 所以不管我这个做了几集 你有耐心看完 你程度很好 看起来有点枯燥 他在讲一些字 然后他什么词性 要体会 要去 这个不知道怎么讲 就是说 因为你英文程度够好了 大概知道我意思 但是这个东西 一下子会搞不清楚 因为没有人 就算美国 美国人 美国英文最好的 美国语言学家 他也不可能全部知道 就这个意思 不是说 不是说我做这个表多厉害 而是说 我就是研究出来 这不是 不是 不是半年一年可以 那专心做半年一年 是做了出来了 但我没有 没有特别做 也是好几年 慢慢累积累积起来的 后来做了差不多了 就拿出来讲 就这个意思 不多讲了 这句体会 这道体会 要融会贯通 所以我第一集里面 就是说 像九九成法表 你慢慢熟悉了 像despite 尽管 一般来讲说 despite 程度好 他是介细词 他不是副词 不是连接词 然后可能比较不知道 他也是 也是名词 所以为什么说 登峰造极呢 所以 你用despite 这个字 你 你比如说 照个句子 写个文章 把它当介细之用 这个倒 还好 只是说 程度不错 你知道 可是你把despite 把它能够当名词用 下到老外 一般老外 也不知道 程度好老外 哎呦 这个你知道 甚至有人说 哎呦 我是老外 我是美国人 我英文当 没问题 可是我都不知道 despite 他去查 所以有的时候 我认识一些老外 当然一般就是随便讲讲 有的时候故意 心血来潮 就故意 故意 故意考他们 调部数代 我就故意 用一些比较 难一点的单词 有些是真的很难 那当然没有什么稀奇 就是考人家 没什么意思 有的时候是 老外他应该知道 但有些老外他不知道 不是说程度不好 就是大学程度以上 他也不知道 然后他就说 哎呀 有这个用法吗 我说你去查查字典 或者你去问其他人 后来真的去查 哎呦 他觉得很丢人 因为他应该知道 应该知道 他不知道 就像我们中文 国语是我们的母语 有时候偶然之间 想不起来这个用法 怀疑一下 或者 也真的就不知道 你看台湾一个总统 台湾一个总统姓什么 姓动物的 这不要讲名字丢人啊 陆荣啊 陆的脚啊 他说是陆的耳朵里面的毛 你看他是个总统 美国有名大学的博士 周围也好 建宗 台大 那个陆荣 陆荣是脚吗 有时候陆荣是补品吗 这个耳朵 陆的耳朵的毛 这不可能是补品耳朵毛吗 这是陆的脚 他说陆的耳朵的毛 你看不是说这个总统中文不好 当然不是 他中文当然很好 但有的时候他真的不知道 一下子可能有时候熊熊想不起来 所以有时候我唠一唠叨 意思就是我要把意思讲出来 不是话老啊 不是话多啊 不是东扯西扯啊 所以有些网友就说 你有时候东扯西扯 但是你是真的是要讲 讲观念讲东西 他知道意思 有的没办法 有的说 你东扯西扯干嘛 无聊 没办法 有些人他就不了解 像direct 动词 这个知道 也是形容词 这个可能不知道 也可以当副词 也不清楚 dash 名词跟动词 这个一般人可能知道 名词 动词可能不太知道 那do呢 一般就讲诸动词 他也可以是动词 double就复杂了 四个词性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副词 adun这个词更复杂 一般就说 解析词知道 副词 可能也知道 当形容词就搞不清楚了 down 当动词 搞不清楚了 这个词解析词 他可以放下 打下 打倒 这个down 也可以当名词 更不清楚了 所以我真的 以前跟一个老外 他大学毕业 大学以上了 我跟他 跟他讲down这个词 他说我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后来过一天 就跟我道歉了 我叫他查治疗 他说不用查 没有不可能 我是加拿大人 我加拿大人 我是讲英文 不是讲法文 我就告诉你没有 你就非要有 我查都懒得查 过一阵子跟我道歉 他说后来 心血来查 这律师长 真的有名词 你看加拿大老外 大学以上毕业 还很生气 他跟我说 你英文不是很好吗 那怎么会 你说这个名词呢 我就告诉你没有啊 后来跟我道歉 我说真的有 有时候没办法 Downtown名词 形容词副词 Dry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所以这个Dry当形容词 一般人可能不知道 Due 这个字就很讨厌啊 这连这个Due到底什么意思啊 好像中文 Due Due Due什么意思啊 就是应道的啊 应得的啊 而这个什么词性就是让人这个搞不清楚 你看名词 形容词 副词 这真的搞不清楚 所以你这个 光是你这个Due啊 这三个字啊 你名词用得出来 形容词用得出来啊 但你不能用动词 动词没有 副词 就真的很强啊 就这个意思 我是讲这个意思啊 所以我讲所有视频啊 我没有在炫耀 我没有在炫耀 因为我在研究英文 炫耀没有意思啊 浪费时间啊 我说我英文多好啊 我尝试多好 没有意思 没有意思啊 我的时间 尽力就是继续研究啊 所以我没有说我英文多好 我只是说我研究啊 一个心得拿出来 给大家参考一下 你看啊 一般是很沉闷的形容词知道 可是它还可以当动词 Duplicate 一般一看CATE啊 英文程度好 就是动词啊 可是它也可以当名词啊 甚至还可以当形容词啊 During这个词就简单一点啊 但是有些人搞不清楚 During Ing是不是动词啊 现在分 它的动名词啊 现在分词啊 或者是不是 很多Ing也可以当名词啊 都不是 它名词动词都不是 就介绍词 所以我们一般人 也搞不清楚介绍词几个 所以我在我特殊文法片里面说 提到八十几个介绍词 这一般人搞得清楚啊 一般讲七八个介绍词差不多啦 英文程度好的 给你讲十几个啊 八几个啊 扣掉 不常用的 又四几个啊 所以这个英文很多东西啊 它的丰富性啊 都超过我们的预期啊 所以我是在研究英文 不是在学英文啊 在研究英文啊 这是一般人不会碰到的领域啊 所以我这个 我研究英文很多东西是 不要说华人啊 中国人 连外国人都碰不到啊 当然除非极少数的啊 它也是外国人真的在研究英文 大家可能知道啊 Each啊 一般可能说代名词啊 它也可以是形容词跟副词啊 这两个 大家可能搞不清楚 East啊 东边 East 一般可能说 东边的嘛 形容词 也可以当 东边的 副词 那有些人说 它副词应该是加LY 它很多 形容词啊 它不加LY 它同时也是副词啊 很多是这样子 英文好的人就知道这个意思 它也可以当 名词啊 然后Easy 很容易啦 形容词啊 它也可以是副词 这个 所以我这边很多是感叹词列出来 它只有一个意思 这二啊 所以让它多了解一下 英文很多感叹词 我们一般感叹词啊 用的很少啊 只知道那几个 所以多知道 多了解一下感叹词 East 肯定East 也是比较复杂 East 什么词搞不清楚 那一般可能说 这个East 会不会是副词啊 没错 它是副词 可是可能搞不清楚 它是形容词 也可以是代名词 甚至它也可以是连接词 所以英文连接词的旋谋很大 我下一个这个 不是高手不要看 我可能就要讲这个连接词 连接词很复杂 比一般想象就连接嘛 连接嘛 可它旋谋很大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等我下一个系列 不是高手不要看 讲连接词 你看了以后 你再觉得我讲的话 有没有道理 到底复不复杂 如果你看我的这个 讲这个连接词 你一看就 这没什么我都懂 那我就输了 你厉害 我向你道歉 连接词很简单 如果你看了 哇哩咧 怎么连接词应该很简单 怎么那么复杂 那就证明 我讲的是没有错 else 复词 就一个复词 但是很多搞不清楚 else什么词姓 然后enough 有形容词复词 也可以是代名词 这些字他都搞不清楚 所以我说 这个不是说 看一个表这么无聊 这个念一念 不是这样子 你要去消化吸收 那所以我说 给英文程度好的人看 看了以后 如果你觉得 哎这个表干嘛 要死杯吗 那对不起 那我认为你不是高手 不是英文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应该有时候 如获至宝 哇 我英文已经学那么多年了 然后我英文很好 结果这里面有很多 都可以解答我的疑问 你把表做出来 这是宝贝啊 我要去好好的吸收啊 没有说这个表 看一遍就会 没这回事 没这回事啊 这要消化吸收啊 这个 我是说英文很好的 英文不好 英文普通就不用讲 这是一个宝库啊 如果你 如果说 你了解这意思的话 那就是 我觉得是高手 如果你觉得 这个表没什么啦 背一背就好了嘛 也不知道你是哪里 抄来弄来 那我就很失望 全世界没这个表 我敢保证 没这个表 有类似的 有部分的 我相信 有部分的 但是这么完整表 我相信 没有 不然的话 有些网友 你说 来 我告诉你啊 我看过一个表 比你更完整 比你还多 哇 你告诉我 告诉我来源 我去看一看 我就跟拜你为师 居然有人 做的比我这个表 更复杂 我就跟你道歉 拜你为师 Equal 这个字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只有一个东西 一个管道 这里面我写的 全部都有 就一个管道 确实都有 而且高报位 一些肉 它都有 什么东西啊 字典 字典 那这废话 字典什么都有嘛 那字典 但是字典那么厚 有的七八万字 有的十七万字 一本那么厚 有谁可能全部看 不可能嘛 除了字典以外 如果是有人 自己做出来的 我不相信 应该没有 那Even 它有四个词性 动词 Even 怎么可以当动词呢 Even 大家搞不清楚 到底什么词啊 动词 形容词 符词 甚至是连接词 Ever 它只有一个词性 像这种字 也是大家搞不清楚 Ever 什么词性 到底有几个词性 它很简单就是一个 复词 Every 只有一个 就是形容词 Everything 就代名词 Everywhere 就复词 你说这个你看 Everything Everywhere 看起来很像啊 很像啊 一个是代名词 一个是复词 大家搞不清楚 Except 这个词性 也是搞不清楚 动词 跟介细词 动词 跟介细词 所以我第一集里面讲过 这样看起来有点枯燥 这论多词啊 什么词性 但是另外一个讲 讲起来应该是 应该是更完整 就它各有什么意思 它到底有什么意思 可是我也说过啊 我光是讲这个东西 就要好几集啊 如果再把意思讲出来 那要几十集啊 但是我这些意思啊 在其他什么 基本单字片啊 这个特殊文化片啊 里面都有提到啊 只是没有像这样子 那么一个系统性的啊 只是说有讲啊 但是比较杂乱啊 Excepting啊 介细词跟连接词 你随便去问一个老外 英文很好的老外 不要问一般的 打工的啦 一般的工人啦 老外 你去问一个大学 甚至博士硕士都可以 问一个美国人 问一个英国人 英文好得不得了 你就问他 Excepting是什么词性 然后你告诉我说 有 我问了一个外国人 英国人美国人 你不要说去问法国 意大利 我根本搞不清楚 你告诉我说 我问到一个英文的博士 外国人 然后问他 Excepting 他马上就打 介细词跟连接词 然后没有讲什么 动词形容词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那我就承认他很厉害 所以这个不要说华人啊 也不要说外国人啊 外国人里面的 英文程度好得不得了 你随时他马上讲 就介细词连接词 没有别的词性 这是老外啊 母语啊 博士啊 文字工作者啊 你马上去问 我看应该讲不出来 就可能会讲 他是介细词 或者什么词 但是他 我认为不太可能 就斩丁截铁 没有别的词性 就介细词连接词 就这两个 没有其他的 我不太相信 不是说 不知道他是介细连接词 就是他英文不好 不是这个意思啊 他英文程度 非常好 我是说 我这个表格啊 是登峰造极的表格 像喜马拉雅山啊 所以这个表格 很多你不知道 不丢人 所以这个表格 你不完全知道 或不大部分知道 或者不是说知道 不是说你英文不好啊 你英文可能还是很好 可是我说 这个是登峰造极啊 这是喜马拉雅山啊 你可能在山腰山路 英文就很好 这是顶级的 顶级的 所以我这个拿出来 我说是宝贝啊 所以你要消化吸收啊 就算你英文 已经好得不得了了 外交官啊 一天到晚讲英文啊 甚至你是外国人啊 你都不可能全部知道 这是顶级啊 所以我这个表格 我是有缘在先啊 我也不期望 世界上有任何人 这个表格里面 所有词性啊 所有的意思 全部知道 不可能 但是你能够知道 五成 那就很好了 知道六成 了不起 七成啊 是这个意思啊 excluding 就介细词 express 也很麻烦 名词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副词 acture 名词 形容词 副词 felling 名词 形容词 介细词 这个一般人也不知道 felling可以当介细词用 fair 一般说公平的 一般说公平的嘛 形容词 可他也可以当副词啊 很多人就不知道 fair 也可以当名词 fake 一般说假的嘛 形容词 可是也可以当动词啊 可是他一点都不像动词啊 fake 当名词 很多人知道 fancy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fair 也是讨厌啦 fair很多说到底什么词心啊 很远的 名词 形容词 没错 他形容词 可是也可以很远跌 副词 这个fair 就不知道了 他居然可以当名词用 就不知道了 fair 感叹词 拜拜 再会 就知道 fair 也可以是名词 但是他就不是动词 也不是副词 也不是其他词性 也可以当形容词 这个 很多人也不知道 father 就是比较远的 形容词跟副词 fair 也是词性比较多一点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副词 fair 一般说很 很快速的啊 或者有的程度 好像很坚定的 很固定的 绑着牢牢的 然后英文在好里头 我知道 他可以当名词 就摘戒 少吃一点东西 碰到回教徒 摘戒越快 甚至也可以 当很快速 速食 可是可能 不知道 他可以 当动词啊 或者有的英文程度不错 他说 他是fashion啊 加一个en啊 是动词啊 可是他不加en 也是动词啊 也可以当动词用啊 也可以当副词啊 fair 名词 动词形容词 fair 不是一般很胖的吗 形容词 怎么可以当动词 他可以当动词 所以意思就是说 这个表格 有很多词性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还可以当这个词性用 所以你造不出句子来 造不出那个词性的句子 所以你的造句啊 就是比较有限 所以这个表 你知道越多 你那个 讲英文 或者是写英文 就很广啊 非常广 很灵活啊 活得要命 那另外呢 一个层次来讲 你看 看这个外国人写的文章 有的外国人 他多知道多一点 你就说不对啊 这字我很熟啊 可是他没有这个词性啊 甚至没有这个意思啊 所以这个表格 这其实包括两个大方向 一个叫一字多义 一个叫一字多词性 但是 我这边讲的主要是 偏从一字多词性啊 一字多词 当然我们有 一字多词单元 什么东西 我说过 好几次啊 就没有那么多时间 不然这个系列会太长 所以他包括一字多词 这不是说 每一个词性 你们就一个意思啊 不是啊 所以这个表 为什么复杂呢 第一个 有这么多的字 四五百个字 我把它 好几年时间 把它做完 它所有的相对应的 词性都标出来了 这个 这是一个工程 那你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啊 十五百个字啊 字典潮一潮就出来 可是问题 你怎么知道 这四五百个字啊 字典给你搞七八万字 十万个字啊 甚至 或者一般人 顶多认识万八个字啊 你怎么知道 哪些字是有这种问题呢 哪些字没有呢 这个问题就很大了 Feld 动词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你说Feld 是那个 它过去诗 可是它也可以诗 它也可以是 也可以是 那个 动词的原型 它有好几个意思 的意思多译 这个就不多讲 你自己查字典去看嘛 你看看Feld 是不是只有过去诗吗 它还有原型动词啊 那Feld Feld就是 形容词 少数的 以及代名词 所以我们有时候 很多代名词 我们也不知道 代名词当然知道了 哪些字 可是有很多字 它也是代名词 不知道 Affine 这个字 Affine 就很好的 形容词 也可以当副词 很好的 那Find 很好的 怎么可以当名词啊 可以啊 罚款 你说罚款跟很好的 有什么关系啊 罚款 Affine 也可以当动词 变得更好 Affirm 也可以 你看也是名词 动词 形容词 副词 哇 这个是麻烦 Affirm 名词 形容词 副词 Flat Flat 一般就是讲 很平的嘛 平平的嘛 躺下来的嘛 我们就举个例子 有一个意思 搞不清楚 就是轮胎没气了 Flat 啤酒啊 汽水啊 开了以后没喝啊 气跑掉了 Flat 所以它很多意思 还有其他 一些比较少见的意思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副词 Flat 这个字也是 它意思也是很多啊 舰队啊 船舰啊 也可以是很轻快的啦 轻快的跑啊 动作很轻盈的啊 很利落的啊 这意思很多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Flush 这个字啊 也是 很多人搞不清楚 到底是Flush 什么意思 你继续查字典嘛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Following Following 这也是 大家搞不清楚 到底什么词性啊 你看它可以当介细词 也可以当名词 就接下来的什么东西啊 接下来的啊 也可以当介细词 Following 介细词就是后面加 加一组片语啊 名词片语啊 这介细词非常好用啊 所以这个介细词啊 你多记一下 非常好用 但一般介细词 认识的很少 Four Four一般讲 什么词啊 介细词 没问题 可它也可以当连接词啊 这很多不知道 连接词就是后面可以接纸句啊 接主句 所以我下一个一定要讲这个连接词啊 这个漩温很大 Forever就是一个啊 副词 那Four这个词也很麻烦啊 Four到底什么词性啊 一般可能讲啊 形容词啊 或者人家讲副词啊 跟它完整的讲 名词也可以啊 Four可以当名词啊 可以当名词啊 Four怎么可以当动词啊 可以当动词啊 意思你继续插下字典 Afree Afree只有名词没有 为什么 Freedom 它名词就固定了 Freedom 它就不能当名词 有些字啊 它形容词 动词啊什么 它也可以当名词 有些字它就不行 就这个表就定出来 可以的就可以 不行的就不行 这没办法 这不是我规定的 最后以什么为义归来 以字典啊 也不是我讲的算 也不是你讲的算 也不是他讲的算 到最后就看字典 而且有的时候呢 精确一点讲 还不能看小字典 还看大字典 什么大字典 牛津大字典 韦伯大字典 像这些字典 字典有分大中小啊 大中小 小字典抄大字典嘛 天下文章一大抄嘛 小字典抄中字典嘛 或小字典抄大字典嘛 中字典抄大字典 那大字典 他没得超啊 因为他大嘛 所以他编辑委员很多嘛 工作人员很多嘛 所以很多人力啊 去收集各种资料 所以大字典 大字典为准 可是大字典确定 就是太厚 很难看 一个字典那么厚 怎么看 有的绣真型啊 小字典啊 学生字典就好看 就是比较薄一点 可是当然了 有可能的话 就看大字典 因为大字典它完整啊 有些小字典 修真型 学生字典你看 比较容易 简单 可是缺点就是 它有些意思啊 有些意思啊 有些词性 它可能没有拿进去啊 所以你看习惯那种小字典啊 是当然很好啊 可是 你会漏掉一些东西啊 就是 我是说对英文程度 很好的来讲啊 所以 英文程度普通的啦 不怎么样去看看 学生字典啊 修正型字典 简单 解义型字典 是没有问题 如果你英文程度 真的很好的话 就不要去看那个 就偶尔看看 参考参考 一下子没有大字典 参考没有关系 然后那个 就要看大字典 像网路上 现在当方便啦 因为一般人 不可能随时带字典 就网路字典啊 手机啊 平板啊 电脑 真的你去字典看多了 你会发现 网路上可能 我说英文字典 外国人做字典啊 搞不好七个八个十个 字典 结果你仔细看 当然很少人去比较啦 因为一般人只在学英文 用英文 没有在研究英文 你仔细去看 网路咧 怎么这个不同的字典啊 它这个意思 有的说这个字的意思 有两个 有的说有三个 有的说有四个 有的词性 词性倒是差不多 词性倒不会跑 词什么意思都不一样啊 解释的内容也不一样 因为第一个就是意思 怎么这个字典说 这个有两个意思 那个有三个意思 或者那个四个 有的时候彼此间不一样 然后它的定义 definition 有时候又不太一样 这个没办法 除非是你抄我 我抄你 大家都差不多 有的时候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结果都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它编辑委员啊 里面的工作啊 编辑啊 对这个字的 有的时候它如果是自己写的话 它的解读不同啊 这个 这个又是扯远的 这个也是很深啊 这个 free就是 动词可以当动词 它不能当名词 可以当形容词 当副词 好 这期讲到这里 讯息量很大 我自己都累了 来讲到这里